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判书房 那么今天呢 我想跟各位谈一下 他为什么不愿意开口讲话 他为什么不愿意开口讲话 其实这次我把它分成两段来讲了 我们先把问题搞清楚 然后再找解决方案 他为什么不愿意开口讲话呢 因为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有一些年轻的科技业的主管来问我 科技业主管来问我 就是说他们也坦白讲了 他们也年轻 极为聪明 但是也升得很快 当了主管了 当了主管 当了部门的长官以后呢 就发现他们其实一路走来 都是在理工科嘛 都在实验室里面 其实并没有做好 当任一个领导的一个准备 你想呢 你做leader 不管你长官啊 你领导你拿一层的一个长官 他有很多种东西你要学 包括往上的应对 包括往下的一些管理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你往下管理要去沟通嘛 沟通 可是他每次呢 大家都是念理工的 那我也不大会沟通 我的属下不大会沟通 那结果呢 我叫他讲话问他什么问题 他就不肯讲 哎呀 不肯讲的问题 讲的根本大家都不讲话 那问题怎么解决呢 就是误会越来越多 大家每人心动不爽 对不对 这怎么解决 好 其实你看啊 像很多同学问我 这类似的问题呢 我说这里面很重要的 关键就是 我们常讲problem和solution 对不对 你不要先问我solution 我们先把problem搞重新 找清楚 他为什么不讲话 我们然后才能讲说 怎么让他跟我讲话吗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讲话 那为什么不讲话 有很多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呢 可能在会议室上 在会议桌上不讲话 那有的人是这样子 在会议桌上就不讲 你知道吧 他的习惯就这样 会议桌上什么意见 不讲 不讲 他可能觉得长官有偏颇 他可能觉得怎么样 他不讲 不讲 开完会议后呢 意见特别多 然后到处跟别人讲 哎呀 就是照背后讲坏话的 有当面开会就不讲 这种最讨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然要给他一个纪律啊 我们说那当然 我们要求大家既然是一个团队 我们希望大家在会议桌上呢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对不对 那要不见 那讲出来以后 一旦形成共事之后呢 我们就要遵守这个共事 你若不爽 你就走来嘛 你走人嘛 是不是 所以在纪律方面 你当然要有 纪律方面要有 这是一个重点 但是纪律方面 但是我们当长官的维加想 他为什么会觉得不公平呢 有一种就是不公平 这美国学者讲了一个技巧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我不想各位 你你如果当长官呢 你主持会议啊 你是坐哪里啊 我跟你讲 假如一张长桌的话 咱们是坐头 不是坐腰 你想要吗 你如果坐桌子腰 那就比方左边右边 你不见得都看得见吗 可是你坐桌子头 就是窄的那边的长桌的话 那左边右边你都看得见呢 是不是 那有些美国学者更精致的就说 你找你的同事帮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习惯呢 都是看哪一边 比如说我习惯看右边 那我习惯看右边 我就要找把那个rank 比我低的人 假如我开会 就是说比较低阶的人放在右边 高阶的放在左边 因为我习惯往右看 所以坐在右边的人 他一定会被我看到 可是低阶的呢 在被我坐右边被我看到 高阶的坐左边 我不敢不看到 所以我往右看是我的习惯 所以我的眼神会关注到 比我低阶的 可是比我高阶的坐左边 我不敢不看 所以我很自然就平衡了 对吧 如果我很习惯往右边看 我又把高阶的放在右边 那我一直都看右边 那低阶的坐左边 他永远得不到我关爱的眼神 在他眼里 我就是个大小眼 我就是不公平 哪怕我很努力的做公平 就我还是不公平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自己 我们自己要检讨 我怎么做 然后就能公平 可是会议桌上不讲话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也许不想得罪人 他不想得罪人 因为可能有些主流意见 已经出来了 好多人意见都是这样子 我就算心里有一点 不同的意见 那我可能想说 算了 算了 可能是我自己错了 我想的不周延 大家都这样想 一定他们对了 所以我就不讲 那我不讲 那当长官的人 不是就没有办法 疼到不同的意见吗 所以这个不讲话 可以用制度上来做 来改变 你知道吧 在制度上来改变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 当然不讲话 可是我们就规定 那么有一个主流意见形成 A计划形成以后 那另外一批同仁 你们最好要提出个B计划 然后我们让两个计划来辩论 这是我们这个形成 我们部门的一个文化 这是一个制度 所以这时候 我就敢讲话了 当A意见形成了以后 那长官要我讲B意见 我就可以苦笑两下 对A意见的提案的同仁讲说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 不是故意冲你们 那也不是我刻意想扮演 这么乌鸦的角色 那就是上面规定 就是我们一定要 可以B意见来debate 来辩论一下 那我就赶快临时 就想了一个B的计划 那希望就交于你们规方 那这样子长官才能 听到不同意见 所以不同意见人 也比较敢讲 你想到吗 可是还有的时候 如果是跨国公司 那为什么有人不讲意见呢 没准备好 你想到吗 比如说美国人就常讲 比如说他靠公司 想开会 线上会议 第一台北 台北方面什么意见 那首尔 首尔什么意见 那曼谷 曼谷方面什么意见 那他美国人讲说 有的时候叫曼谷的 什么的 他可能很有意见 很有想法 可是呢英文不太好 还没有把他的整个讲话的组织结构 把它弄出来 所以这个讲话就很难讲 所以老美就讲说 他们就是要不然在制度上就规定 每个分公司 每个地区呢 你有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我给你20分钟 你20分钟你就讲嘛 那不然的话大家就等你 不会说嫌你讲不出来 因为20分钟是你们的权利 那我知道你们现场 如果才把书面资料发下来 你们来不及看 因为是外国人嘛 那我们就前一个礼拜 就把资料先发下来 你们先准备 这样子就有意见了嘛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们在台北 那如果是美国公司 问我什么意见 我也 我讲不出来 我们就可以跟美国人讲啊 那我实际上有意见 我也想对公司有贡献 但是我们英文比较差 那是不是 那资料先给我 我们好准备 好提出我们的意见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老美他们自己写书 会检讨到这一点嘛 我们就顺势过来 因为他也可以讲 这样子 大家才会在会议中上讲话 对不对 还有的时候 有些人为什么不讲话呢 长官太聪明嘛 你想到吗 有的长官老是标榜 自己的智商很高嘛 然后你底下人的智商 都很差嘛 那我智商那么高 你那么差 你有什么好讲的呢 所以你讲话还没讲完呢 那长官就说笨呢 那你如果长官这么聪明 那我当属校 我敢讲吗 更糟糕 有些长官 因为这种聪明的人呢 常常就是聪明的长官 对人际关系 有不太细致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开会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是总经理 那我是经理 我底下有课长 还有底下我一些职员 结果总经理 在我们会议上 或者什么会议上 他有课长 我经理提个什么意见 他骂我笨 那你把我骂得这么笨了 那请问你 我回去怎么带领 我的部门呢 那如果有这个毛病的话 我知道长官动不动 一下子就说出来说 我笨 那对不起 那我根本不要讲嘛 我不讲话最聪明啊 我不讲话就不会笨呢 所以你长官能不能够 不要这样讲话 是不是 那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有的时候 小孩年轻人跟我讲 跟父母讲话 其实他也不太想讲 不太想讲 不太想讲 为什么不太想讲 因为你没什么好讲的嘛 每次讲出来 讲出来的爸妈老是那套 老生常谈 爸妈就把你数落一顿 说哎呀都是为你好 什么什么 我听了恩便了 那我根本不想讲 因为你的答案我也知道了 我为什么好讲的呢 所以当爸妈的人 就听不到真正的声音嘛 所以这也是当爸妈的 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多讲一讲 那么可是有的时候 爸妈不可能改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一个学生 我后来就跟他讲 因为你有的时候 因为他想在南部嘛 他要到台北来工作 他爸妈老是不放 他就撬家 撬到台北来工作 他来工作呢 但是他就 他就留了一封信在桌上 跟他爸妈解释 他为什么要到台北工作 那是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女生 到台北工作 他很好 照顾的很好了 爸妈 平常在家里怎么讲啊 爸妈就不听 可是女儿走了以后呢 哎呦 爸妈把那个信 反复看了好几遍呢 一边看 一边想女儿 一边流泪 他就终于了解 女儿的想法 他到台北来 看到女儿 然后就很 就是误会宾室 就完全能够支持 他那个了解 那也是一个沟通的方式 因为有的时候 你沟通 你讲不听 没办法讲 没办法沟通嘛 换个方式 用写信的方式 也可以沟通啊 是不是 所以如果爸妈 不会没有上过课 或不晓得有这样技巧 你不断问小孩 他永远不会讲嘛 所以你看 所以当我同学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 他这个就不肯讲 不肯讲 我们就问他嘛 怎么让他讲 等一下下一集 我们再讲 怎么让他讲 我们这一集先讲说 了解问题的本身 他为什么不讲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讲的零零总总 这么多例子里面 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讲 可能是制度问题 有的时候是心态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纪律的问题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们做法 当长官 当父母 做法上态度的问题 这都可以一个一个抽色 拨茧的把它理清楚 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一个 一个表象都一样 就是不肯讲话嘛 那你要讲话 讲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去找 他为什么不肯讲话 然后我们大概刚刚列出来 这几个方法 这几个原因了 应该可以给各位一点 一点刺激 一点想法 所以他为什么不肯讲 对不对 好 那不肯讲 你想一想 你是哪个状况 你可以试着把你的 遭遇的状况呢 他为什么不肯讲 可以把它列下来 写出来 让我们下一集 我们再跟各位谈一些 解决的方案 你看这些解决方案 哪些能够派得上用场 先想一想你的问题 我们下一集谈Solution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集谈Solution 请多